我平常在家裡面其實都不太會有威士忌 因為威士忌太嗆了 而且喝冷了 所以我一般在家比較常跟女生一樣的喝紅酒 可能說什麼去邊參加邊結婚 還會加劉丁汁啦 然後沒有什麼依塔格子啦 健康在意啊 都不知道健康的觀念啦 都不知道要喝甜奶的 好 劉丁現在起乾淨 這一瓶 我們10年的這個是我 二阿姨給 平常喝紅酒都是喝便宜的 那種每年是200塊 我也不是很東酒嘛 所以我就買一瓶嗎 然後我只知道有一個叫莫辣的 就是這種 上面要寫莫辣的 就是最好喝的 就是初學者來講是最好喝的啦 因為他就是水果風外是最懂的 柳丁一定要切薄片啦 他才比較容易吸收 切得很醜 都不虛啊 所以他們一般人在釀酒的時候 他們都一定是切薄片 因為直接擠的話 他們風會出來也不一樣 一般牙的 他其實水果紅酒 他家裡大堆亂七八糟的 白相搞定龍之殺小 啊我們在家裡當然不方便 我們對柳丁會搞定的啊 今天好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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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年設兩百塊紅酒 這一種也就不要再加水果了啦 通常那種比較高級的紅酒就不要亂加了 記得不要加冰塊 加冰塊一定會淡掉 除非你是加那種 酒吧那種很大顆的冰塊 它融化很慢 那我沒話說 它的那個口感比較smooth 滑順 然後不會辣 冰湯的時候再加就這樣 還沒喝那個柳丁的香氣就上來 OK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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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掰掰